欢迎您继续回到港都新闻的现场 再回来我们要在左邻右车单元里面 带您来看到的是 大高雄在县市合并之后 非都会区的资源还是有匮乏的问题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湖内区的大湖社区 他们所办理的身心障碍者 日拖照护中心 虽然有经费障碍的问题 但是社区他们发展协会 是努力的要来开辟裁员 其中他们把资源回收所得到的经费 就是中心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我们一起来看看社区的经验 打开大湖社区资源回收站大门 身心障碍日拖中心学员陆续走进回收站里 开工了 黑色大塑胶袋里装的 等待分类垃圾来自社区六个资源回收据点 社区妈妈陪着学员做分类 就把颜色放在这里 有颜色放在这里 我们说要放在这里 我们要放在这里 我们要放在这里 要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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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方式帮助他们记忆啊 他们比较不会记忆 可是你要说 要常常提醒他 比如说 比如说像个跑特瓶 跑特瓶他知道 记忆跑特瓶 其他他不记得 就是要像这样 一直拿着跟他讲这个 这个要放哪里 这个要放哪里 还记不起来哪些物品 怎么分类边做边教学 垃圾变黄金得来的 全成为支持身心障碍者 日拖中心的重要经费来源 推车去回收站里面 这回收物再回收 再回收就分类 这回收的这些 也是社区的社区基因 可以允许这个计划不俗 还可以部分做他们的重金 还是他们的户外交易 也要用这些经费来修用 上工合作不一会分类完 任务结束 身心障碍学员们 走出亲自彩绘的回收站 上头每一个人签下名字 赋予责任的同时 分类回收过程 也是学习 港都学员会员朱宇红 采访报道 接下来的港都人物介绍 我们要继续带您来认识这一位 是在湖内区大湖社区 关怀站的学员 洪老上 而他今年已经高龄92岁了 洪老先生 他在社区里不只是参加 关怀站的课程 而且也充当助教 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 分享他的养生之道 今年已经92岁的洪老上 是大湖社区关怀据典里 最年长的学员和志工 按时来到活动中心上课外 洪老上也是律动课程的指导老师 分享每天必做的养生操 洪老上教的是自己悟出来的养生之道 我为了要健康 先让大家学法 感觉就要身体要过 家宅万贯 需要你健康 有一个人也要健康 因为这个应该付负 应该你就要重备收 拿着的这一张书画图 内容就是他的养生术心得 脑子里想的日常生活 该怎么实践 全变成文字 这一张书画图 没人思想要运动 在运动 今一句令我 今一句令我去才会痛 如果享受吃好 先到边 近来的人都吃得太好 都要搞法边 群统快乐 云全公 长寿秘诀不藏私 供所有关怀据点 长辈参考 勉励大伙 一块 甲霸丽 港宋文文章 宇宏 采访我打 最近在大高雄 还有哪些活动 等着您来参加呢 继续提供给您的是 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天是国庆廉假之后恢复上班的第一天 在皇帝上的日子好不好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带您来参考农民历 明天是国历的10月11号 农历的9月15号 一入学沐浴即嫁取冻土 从59岁属蛇的朋友提供给您做参考 而明天上班的第一天 各地的天气状况又会是如何呢 赶快透过高雄渡会气象台 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预测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多云气温是26度到32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宇地区 是多云气温是25到31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4到31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有下雨的机会 气温是22到30度 在紫外线指数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北部中部 东部和南部全部都到达了过量级 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赛的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黄澜君 在新闻的最后呢 我们再度邀请您 跟我们一起来祝贺建国百年生日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